大家好,我是JZ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自己在家录制电吉他最常见的五种方法 我会给大家分别演示一下这几种方法单独录制的音轨 最后再把电吉他音轨跟木吉他、贝斯和鼓放在一起 给大家听一下放在完整配器里的效果 第一种方法就是拿手机直接录吉他音箱 我这里以iPhone 12 Pro为例 把手机调到飞行模式 打开录音APP 把手机对着箱体喇叭的音圈和纸盆结合的位置 距离箱体大概1.5英寸或者40毫米的样子 就可以开始录了 电子管吉他音箱的音量实在是太大了 会直接导致iPhone话筒爆音 我强烈推荐用吉他音箱在家录音的朋友 入一个音量衰减设备 可以帮助家庭和邻里之间的和谐 我这里用的是Tone King的Iron Man 2 Mini 第二种方法就是用传统的话筒来录吉他音箱 我这里用到了录吉他音箱常见的舒尔SM57和森海塞尔MD MD421直接进声卡的画放 这里我拿SM57贴着箱体指向喇叭的中心 MD421贴着箱体指向音圈和纸盆结合的位置 第三种方式用数字综合效果器做USB声卡直接录进电脑 有些数字效果器除了有箱头箱体模拟以外 还可以加载IR 我这里以LINE6的HX STAMP为例 加载了York Audio的FREEDMAN 412 IR 第四种方法就是直接DI路径声卡 在电脑录音软件里加载吉他模拟插件 如果你的声卡没有DI接入口的话 那么你需要额外的一个DI盒 被动使用器可以用主动DI配合声卡的幻象供电 主动使用器可以用被动DI 我这里以Universal Audio的Apollo Twin X声卡 和IK Multimedia的Amplitube5软件为例 第五种方法就是用吉他箱头进Reactive Load路径电脑 然后加载IR 这里因为不需要箱体发声 所以非常有利于家庭和谐 而且消除了话筒设备和话筒摆放位置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我这里以Boss的Tube Amp Expander为例 并且当作USB声卡 IR我还是用的UK Audio的Freedman C12 下面我把刚才录好的五轨电吉他 做一下简单单音量均衡 加一个110Hz的高通 不加任何其他后期效果 跟我自己在家录的木吉他 贝斯 还有软音远古放在一起 听一下整体感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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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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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